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欢迎收看澳门开港的特别节目向选民报告 我们今天的嘉宾主持李展鹏 新一届立法会选举即将在今年9月份进行 我们这个节目在4月份和5月份都会请到不同的直选议员来到节目当中 谈谈他们过去任期的工作情况向选民报告 亦都现场接听一些市民的电话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哪位议员就是欧锦申议员 大家好 欧议员你好 一会欧议员会接听一些家庭观众的电话 如果一些观众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 其实都可以留意我们这个报名的资料 大家留意盈光幕 可以打电话给我们的报名 电话是62119200和28789192 亦都有个电邮可以报名的 就是callatlotustv.cc 大家报名的时候 你可以做这个家庭观众打电话 甚至你当我们的现场做现场观众也可以 今天就欢迎欧议员 我们翻查资料 其实欧锦申议员在1993年成为市政议员 在2001年首次当选立法议员 原来今年刚好是欧锦申议员进入议会 从政20周年 欧锦申议员四年前的一个参选的政綱 其中有几个施政的重点 今天都可以问他 当时他们在四年前有几个竞选口号 重要政綱的就是四万的公屋 和完善土地的批级制度 完善城市规划相关的法律 和公共开支的监督 四样东西都不是那么容易推的 问回欧议员 回顾过去四年的工作 在刚才那几个项目当中 哪个部份你们觉得工作比较满意 哪些部份真的觉得困难重重 是比较难推的呢 这几个工作 其实都可以说是四年来 甚至是四年之前 其实一直都在推动这些工作 但是问题的确 这个涉及相当庞大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 要推动就不是很容易的事 就不同于推动高中免费教育 因为这个就是没有一些 可能没有一些既得的利益者 会受到损害的情况下 推动上来就会比较容易一些 但是牵涉到刚才说的 无论是房屋问题 土地问题 或者公共财政的监察问题 其实都是牵涉到这些 就是旁大利益的情况下 就是可以这样说是 很多工作都未完成得到 尤其是在 现在一般来说 我们所关心的 比较民生一点的 就是住屋问题 住屋问题我们很清楚 我们当时提出四万公屋 包括在这万九里面 希望能够有一个较大的数量增长 来解决澳门居民的住屋问题 现在回过来看一看 如果这四万公屋真的解决的话 的确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舒缓到居民的住屋问题 但是很可惜 只是政府 甚至是2007年 承诺要建一万九公屋 到最后到2012年年底的时候 还有四个地盘 都仅仅是地盘 有两千多个接近三千个单位 是完全交不了货 这样的情况下就变成 就是公共房屋的问题 其实到现在仍然是一个 在社会上相当尖锐的问题 在我们的角度来说 你说澳门 以澳门政府施政的角度来说 其实出现很多很多问题 无论是物价问题 交通问题 环保问题 甚至居民的在职贫穷的问题 等等都是很多的问题 但是我们看到一个焦点 其实现在一般市民 在澳门经济这么好的情况下 而感觉到生活质素不升反降 其实很大的程度上 就是住屋问题解决不了 或者是住屋的费用高 譬如说早几天 有个单亲家庭的妈妈 他说带着两个小孩 一家三口 拿着经济援助 拿到八千多元 但是他说我只要交租 交了五千多元 那你叫我怎么生活呢 很明显如果这些问题 譬如这些住社屋的 甚至政府说是社屋为主 连社屋的问题 如果真的有部分解决了时 他又交几千元租 变成交百多元租的话 他的生活质素会完全不同 所以我们看到住屋问题是一个非常关键问题 所以我们在过去很多年 努力促政府就是说要在调缝资源去兴建更多的公共房屋 因为我们为什么当年提出四万呢 很清楚因为万九 为什么是万九呢 为什么这么宁丁是万九不是万八不是两万呢 很简单 因为当时我们知道 2007年的时候 刘士尧师长来到立法会 第一个来到立法会的承诺就是说万九公屋 为什么 是因为当时2005年之前 登记了被确认资格的 经济房屋的轮后会有一万二千多个家庭 而社会房屋的轮后会有六千多个家庭 你将六千多加一万二千多就知道为何是万九 很明白 就是说这万九就是解决于2005年以前 登记了被确认资格的人 不是之后的 但是2005年之后这段时间里面 那个楼价的飙升令到很多居民叫苦连天 但是连登记 连申请机会都没有 很明显 就是说这万九只是解决过往的一批 而之后这批怎么解决呢 一定是有一个足够的数量 而我们提出来的四万 当时提出来的四万的时候 当然有在政府和我们的沟通里面 可能会认为是口水战 因为你四万你凭什么说四万 我们当然是我们的角度就是我们有四万有一个理由就是说 我们要将那个公共房屋 在整个澳门的房屋的比例里面提高一点点 比如说在新加坡 我们那个公共房屋的比例是去到八成多的 香港也去到五成的 澳门只有十几个百分比 如果我们就要增加到四万的话 都是不够三十个百分比 我们觉得这个比较没有数据底下 有一个合理的要求 而我们当然会明白 你四万其实没有一个很实质的依据 所以我们不断在这几年不断吹速政府 你重新登记接受京屋申请 来到去给居民来到去 透过申请的时候 你政府去掌握到数量 这个就很清楚就说在过去的 一个醒屋问题上 2009年曾经接受过一次申请 但是到2005年之后 到现在京屋 就刚刚才最近三月份 才有一次一房一厅都卖剩的申请 很明显看 就是趋特首似乎看到这个问题了 我们不断向他吹速的时候 特首在去年的施政方针 那里就说了 我们会要求在第一季度 重开京屋申请 而在回答记者问的时候 说了很多次 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些接受申请 去掌握到澳门的居民需要的京屋的数量 那这个一定不会是一房一厅 一房一厅一定看不到的数量 但是结果后来来到司长和局长的时候 就打了折扣只有一房一厅 那就掌握不到整体的社会需要 那我们也希望政府 如果说了第四季度会开了 那我们希望真的在第四季度的时候 是从开京屋登记的时候 是不同访议登记的时候 是真的令到政府能够掌握到 整体的京屋的数量需要 然后来调动资源 来兴建经济房屋 来解决居民的住屋问题 那我觉得这一点上 也是我们会继续努力去督促政府的 那至于 譬如说在土地问题来说 那我们很清楚 因为土地问题牵涉到 一个比较大的利益在那里的 特别过往很多豁免公开招标 因为按照现行的土地法 其实都说 就是说土地都是需要公开镜头的 但是结果我们回归之后 在13年来 我们只有三幅土地是公开镜头 只有三幅土地一般 其他全部的 过百幅的新批土地 全部都不一般 在这个情况下很明显是一个不合理 而且再配合我们那个 远远低于市场价值的日价金的情况下 于是就形成所谓的战价批地 这些战价批地的情况就在那里出现 甚至有些是无偿批地 无偿批地就是说 你用什么理由就可以给他去无偿批地 其中科技大学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两次的无偿批地 结果批了二十多万平方米 是一个仙都收不到的 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觉得在土地问题上 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晰的政策 去压止这种实际上的利益输送的问题 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说 欧文龙案发生之后 其实贪污问题 其实可以这么说 贪污问题其实只是利益输送的冰山一角 因为贪污就涉及到行溃和受溃 但是实际上很多除了行溃、受溃这些问题之外 其实很多是中间不存在行溃、受溃 而可能是一些关系、一些政治的酬容 导致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角度来说 为什么要强调土地的法规要完善 令到官员的行政财量权的机会减低 来防止这种贱卖土地利益输送 这一点我们也是很重视的 第三件事就是刚才说到公共财政方面 公共财政方面就很清楚就是说 我们过去为什么我们会出现 基本上所有工程都是超资 最近香港看到一个香港的情况 就是说香港拨款一亿 去支持四川 就在香港闹到很大件事 因为他要经过立法会的财务委员拨款 澳门又拿了一亿 但是澳门是无色无色的 为什么呢? 因为澳门的拨款是不用经过立法会的 而实际上我们在五年前 去援助四川居民的重建家园 我们是用了五十五亿都是无色无色的 市民都不知道的 这些拨款当然我们是当为四川内地的同胞受灾 我们的支援是很应该的 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去帮他们的这一筆 我们可以算了 只眼开只眼闭吧 帮内地同胞 但是澳门的公共工程的大幅度开支 亦都在欧盟隆岸里面 亦都其中一个来源就是公共工程 因为那些随意的超资 那时候就导致问题产生很严重 所以这几样东西包括公共房屋的要求增建 土地法的需要完善 以至公共财政的监管 都是我们希望一直都提出来要求做的 很遗憾一样就是 因为刚才说的事举到庞大利益 这些事情是未做到的 为什么我们来界会希望继续做呢? 因为这些工作是我们承诺了 但是到现在的确没做到的 这个我们需要向选民自怯的 刚才听你这么说 其实几样东西是环环相扣的 这个住屋问题又扣着土地如何被运用 也扣着另外一个就是成规问题 也是上次你们的政綱的重点 现在政府也都譬如成规法 土地法一直都在进行立法当中 其实是否已经有些进步呢? 落不落观呢? 不太落观 不太落观的原因就是譬如成规法来说 成规法为何重要呢? 因为我们也说在欧文龙案的出现之后 我们不断指出这些合法而不合理的情况存在 这些所谓的贪腐问题 其实我们就很强调 正如冯文庄联定专员所说 捉老鼠重要 搞好清洁卫生更加重要 那个概念就是说有贪官我们要捉 但是更加重要是我们清除贪腐温床 然后你捉老鼠就逐个逐个逐个捉 但是如果我清除了贪腐温床 可能没有老鼠的了 我就可以减少老鼠 这个角度是很对的 所以在我们的角度来说 当欧文龙案发生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求就是当然 我们相信法院由法院判他有罪无罪 我们反而重点就是在于 刚才说了几件事 包括土地、成规和公共财政 那个法律的完善 来到去摧毁贪腐温床 譬如成规法为例来说很简单 我们也出现过 譬如说一个地盘本来可以在10层高 现在可以调到50层高 你可以想到10层和50层 因为利益是多大 所以没有成规法的时候 没有成规规定的时候 这个决定权就有些官员 去自行行政材量决定的时候 这个决定权 你可以想象可以很贵 可以很贵 这个情况我们觉得 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成规去限制的时候 官员的财量权就可以尽可能压缩 但问题就是现在我们正在讨议成规法 但这个成规法其实是一个框架 有了这个成规法之后 将来我们希望今届之后可以通过 但只是一个框架 至于每一个区域的真正的成规设定 可能现在按照政府说 起码都是有成规法之后 至少几年之后 然后才能做到的时候 其实这个中间还有很大的空间 很多问题 譬如最近在说路环境的那幅地 很清楚 你在没有成规法的底下 如果他说可以在百米高楼 你就叫 但结果政府又可以说 依法要批准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可以支持 所以在成规法之后 我们觉得成规法之后 除了现在要立法之后 也希望将来尽快 能够设定一个成规的规限 至于土地法之后 我们很强调就是 在过去豁免公开招标 无常批级 以至限制土地 以至改变用途 我们希望尽可能收紧财量权 但是现在在土地法之后 譬如说豁免公开招标 过去比市民规评这么多 因为是贱家批地 但是现在仍然保留 所谓公共利益的情况下 可以豁免公开招标的时候 而这个公共利益 那个解释权 也是在于官的时候 这个问题也是 其实是堵塞不了那个漏洞的 包括其他刚才说的 无常批级也好 限制土地也好 转变用途也好 都仍然是留有很多这些空间 我们希望在过程里面 尽量去减少 但是就不是太乐观 因为在议会里面的确 而且少数的声音 那个是未必能够 真的能够扭转全坤 好 有一位家庭观众在等 是陈小姐你好 陈小姐 你好 你好 请问什么问题 可以问欧议员呢 我就在这里多谢他认同他的说话 认同他的做事 这样 是 认同他的工作 是 是 是 有没有什么问题 都没有什么 他做的事也好 好 多谢陈小姐的电话 你怎么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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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问题 你可以问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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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呢 我借贝海呢 是出我作为一个 普通市民的心声 包括你 本人在内 共有四位 狄选议员 真正为大多数市民 奉务的 你们的努力 一定得到大多数市民的支持 因为厌务 新一届立法局 快选举了 我们会继续 投票给你 这些呢 是 这些呢 靠小恩小惠啊 勇俄那些市民的 的议员呢 喝茶 旅游啊 吃饭那些呢 我们呢 很反感的 我们一定不会投票 并希望你呢 继续交界 最后谦卑 努力为市民 服务 并希望更有更多真心 为市民服务的人 成功当选 我和我的朋友 很诚心向你表达敬意 多谢你 厚先生 多谢 希望你和你的程度 继续努力 为我们市民服务 多谢 多谢 明白 谢谢这位市民 但你没什么问题 是吗 好 好 刚才说说 那几个重点 其实你们四年前有个 竞选的重要口号 就是九个字 反贪负增民主 保民生 那我们说回 譬如说在增民主方面 就是 在澳门我自己觉得有两种困难 第一就是 推动制度不是那么容易 推动一些市民去觉醒 都不是那么容易 在过去四年这个部分 你觉得你有工作做成如何 可以这么说 增民主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一直都知道是困难重重的 不是那么容易有成果 因为实际上我们经过去年的政改一役 也看到 因为之前的所谓增加直选议席 增加什么呢 其实都是按照基本法 而去年的这个政改 就是在超过基本法以外的真正的改变 但是这个改变里面很明显 因为刚才市民其实支持 其实他们不只是支持我的 他们支持直选议员 直选议员 就是因为是市民的投票 他们相对来说 是能够回应到市民的诉求 也都一定程度上 是能够体现到市民的意愿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角度 希望能够增加多些的直选议席 我们不多 我们提出来的 我都不敢说要求立即普选立法会 不是 我们希望直选过半 直选过半的时候 就一定程度上体现到 直选议员的佔比例更多 能够比较有效地反映市民的声音 但是结果后来就出现了所谓加二加二方案 加二加二方案 就变成加两个直选 加两个非直选的时候 实际上就等于是 我们这个所谓的政制其实没有进步过 那这个你说 我们有没有失望呢 老实说 我们都是澳门土生土长 澳门的阻力很大 我们很明白 甚至一定程度上 可能中央对澳门也都相对 可能他不像对香港那样步步为营 很清楚 在中央角度来说 我解释澳门可以修改的时候 都是说 修改的时候 只是需要维持着有直选间选委任 这三部分 也没有要求一定要直选间选 同时增加 没有这些东西 在这样的情况下 来到澳门的时候 澳门一部分 可能是对于一些既得利益者来说 可能他会觉得如果比直选佔的比例多 可能对于这个游戏规则受到一些冲击 所以因此就是用了一个加二加二方案 令到他停滞不前 政制上的进度是不容易的 但在我们的角度来说 一个社会 除了民主的进步 除了政治体制的进步之外 公民社会的成熟也很重要 在我们这么多年来 其实我们一直很重视民生的工作 因为民生才能够触动市民的需要 但在民生的问题上 有一些问题好像刚才说到住屋问题 或者甚至说到一些物价问题 有很多时候是因为 为什么我们会做不到呢 譬如住屋问题 很多市民都问我 政府又有钱 亦都可以有地 他多建一些公共房屋 澳门人什么都可以开心 解决了 崔特首说他的梦 他的梦就是到他任满的时候 大家都对他一个好的评价 如果他真的在任内解决住屋问题 或者开到一个头去解决这种问题 真的是流方百世 为什么政府会不做呢 这个牵涉到 后面可能有很多很大的 例如小圈子 选举 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 有不同的途径告诉市民 有些问题为什么解决不了 是因为政治体制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事实 亦都是收效的 一般市民都是认识的 例子很简单 我们十三年前 何厚华当选特首的时候 澳门市民都说 没有所谓 怎么选不重要 总之选了一个有能力的人 出来就可以了 但是到三年前的时候 到崔世安当特首的时候 我不是对崔先生不敬 而是事实上 市民的确有一个反应 就是为什么是他 为什么我没有份投票 为什么我没有份投票 很明显市民是进步了 但是当然你说 这个公民社会的成熟度 去到哪里呢 去到由不知到知 但是由知到走出来争取 这是一个距离 比如香港 我们来说 香港就已经是由知 走出来争取 而澳门 我们是知 但是未走出来争取 我们说这个是一个阶段性 看不看得出 算是一个成果 我觉得是一个成果 由不知到知 由不介意是否民主 到有争取民主的意识 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 我觉得这点上 我们希望继续努力 去做这方面的工作 好 我们先看一节天气 接着我们回来 继续有欧錦申议员 和选民对话 欢迎回来 向选民报告的节目现场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就是欧錦申议员 即将会有一位 林先生的电话 林先生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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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些什么问题 想问欧议员 我和欧议员 其实不是第一次见面 大家有接触过 我很欣赏欧议员 在五一游行那天 完成之后 去到澳督府门口 有小小小插曲 然后利用一段时间 欧议员拿着咪 解释法律 我们的民主诉求 应该如何争取 应该如果警方打压我们 或者无理濫权的时候 应该如何对付他 这个我很欣赏这个态度 这个行为相当正确 如果每一个澳门的政治人物 或者有良心的政治人物 都采取这个方法的话 就会有一个很完美的效果 但是我有点失望就是 每年七一 每年五一 每年十一 或者每年回归纪念日 就好像春秋二祭那样 完了之后 就燕其色谷 我希望一个持续这样的行动 是能够每日 不是每日 我都夸张了些 每个星期 有一个适当的时间 适当的地点 每个星期 不断去灌输民主知识 给普罗大众 或者年轻人 因为我分享的小故事 就是孙中山 中国人被帝制统治了 二千多年 人都知道 孙中山先将在1911年之后 因为让了临时大总统 给袁细海做之后 他改租国民党做了什么呢 他带领他的同志不多 其实只有一百人都不够 几十人而已 循迴整个中国 用了两年的时间 去灌输民主的思想 结果中国 是成为第一个亚洲 第一个民主民选的国家 他那个当时的得选的人 当选的二千多个议员里面 是有些古灵精怪 什么人都有的 但是呢 是全民都是接受这个当选的结果 结果 袁细海再次希望清帝的时候 你都知道结果是怎样的 八方起义 连他最信任的 所谓北洋三折 都不支持他 是吧 所以你想想 民主的意识 是要直跟在每个人思想里面 不是靠春秋而制 一个 symbol 一个好像一个 icon 那样的东西 就可以解决 应该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权利 每个人知道自己的梦想 每个人知道自己的追求的方法 第一我希望欧议员能够 但是我真是喜欢的 协持政府 这个政府不协持不做的 协持政府 增加透明度 又分享了另一个小故事 上两任的芬蘭总理 他呢 就辞职了自己 为什麽辞职呢 就是媒体揭包他 一个波兰的总理来探他 大家好朋友 他就放假的人 就聘请波兰总理的私人去吃饭 请了饭之后呢 很虽不虽 他的秘书搞错了 以为聘请波兰总理的单位一定是入公数的 于是呢 不多 一百十元欧罗而已 入了公数那里 结果被媒体揭包 说他那天放假 自己私人活动 用了一百十元欧罗 请人吃饭 于是呢 踢爆 跟着呢 就立刻辞职了 那你想一百十元欧罗 是什麽钱呢 一千二百元港币都不知道够不够 但是他就引咎辞职 但是这个带出两个问题 第一 人家那个荣誉感 或者清延度很高 第二 就是说政府因为透明 所有单据是欢迎媒体查询的 所以媒体才可以逐张逐张单 当然有些鸡蛋挑骨头的味道 或者有人针对他 这个我不理 反正就是媒体有那个能力 或者有那个 可以去查 因为它完全open book的 全部公开的 如果澳门将来 真是哪个去找个特首 或者特首和他谈过 当然内容不一定要公开 因为很多秘密的东西 不可以公开 但是哪个去找过他 什麽时候去找过他 听的议题 是什麽 内容当然不需要公开 如果这样可以公开的话 或者哪个高官见过什麽人 可以公开的话 我就打死不信 这班地产佬可以协持政府 那麽多年 我打死都不信 不可以协持政府的政策 也不可以协持政府的 那个前价批地 甚至是免费批地 当然这是一个梦想 暂时 但是梦想是要实践的 一步一步地走 我们每一步 留一个脚印 我们只能够中 不能够退 就算起码站在原地也好 我们不肯退一步 这个是我希望 欧禁申议员 真的可以为这方面做到多数 谢谢 欧议员请等等 有一位女小姐的电话 我们听完 然后一起回答 女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欧议员你好 你好 你好 我今晚有两个问题 就是说一说 就是欧议员一向都很重视这个民生 就因为近几年 就是澳门 就这个物价 就是很多都是垄断 就是说起价就起价 那我就很高兴 先头听到欧议员说 就是说你很重视这个民生 那我希望你几位议员 就是推动一下 就是那个政府呢 就是控制一下物价 那你如果整天说 那些人说 哎呀政府 今天早上有人说 政府派了八千元给你 八千元 大哥 不是被人收回 是吧 给了商家 就是我们听见真的很伤心 就是这样 就是政府呢 就是整天都说 关爱关爱 就是关老外幼啦 就是这些老人家 就是同时呢 就是那个 有些是比较是贫困一些的 弱势的人士呢 我希望呢政府呢 就是制一套 就是计划出来呢 就是那个机制呢 就是希望呢 就是 起码都给市民啊 就是大众呢 就是知道 就是政府真是有那个 爱心啦 我希望呢 歐议员呢 就多些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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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溝通一下啦 因为呢 我们呢 就有一帮呢 就是 就是 就是很弱的人士来的 就因为呢 我都 在这儿呢 就多谢一下 歐议员 因为呢 在议会呢 都有跟我们呢 就是出过声的 因为呢 我们一帮呢 就是那些智障的 家长呢 呢 就因为呢 他呢 就是照着那帮小朋友呢 都很辛苦 就是现在呢 就是反映呢 就是 现在就说 反映了这么久呢 就是政府呢 就是现在才说 评级啊 什麽呢 还有呢 就是 就是 他们呢 就 现在说 政府呢 都没有 一所 就是 那个 地方呢 给他们 就是培训啊 就是各方面 整天都是 就是民间机构 但是呢 我发觉呢 现在呢 你发放 就是 下去的那个 民间机构呢 但是有些是弱的 什麽呢 你应该呢 政府呢 应该是 要有一套 那个 综合大楼 就是 好像别人 其他地方呢 就是 起码呢 就是你不要歧视了 那帮人 因为他在这个澳门的地方生长呢 就是 我希望呢 不要忽略了 我希望呢 就是 要整一个配套 就是 就是 他们 就是約那些 就是希望呢 訓練那些人啊 都 就是他 有些 過得好些 那样 那 就是好像我的小朋友 因为呢 就是 现在呢 都 就来 咱附近四十岁呢 那我 都 今年 我都 先大约七十岁 那我都要照顾它 因爲它 哲理都不行的 那么 这个社区支援呢 存放那些 各方面呢 我們做媽媽的都要歉一下 這些議員幫我們反映一下 我希望我們那群弱勢的人士 不知道在哪裡可以反映一下 我希望政府建一座綜合大樓 由小到大到老年都需要需要 因為他們在這裡成長 謝謝你 呂小姐 好 拜拜 我們重複一下剛才幾條問題 林先生問你們是否每年春秋二仔 平時比較少持續性工作 他也是關心公共開支的透明化 呂小姐說到物價的問題 以及關注社會弱勢 特別是弱勢人士 幾個問題我們都經常思考 因為春秋二仔的說法 其實我們都聽到很多 實際上每一年搞遊行 我們其實是新加坡學社 不是春秋二仔只是一制 就是回歸日的遊行 其他遊行都是其他團體去發動 我們會去參與支援 但基本上我們搞遊行 民主化進步一點 民主方面進步一點 當時有些官員就說 澳門也沒有人要求民主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都希望每一年都會做一個 累積性的一個這樣的社會行動 告訴你澳門是有這個需要的 這裡可能每次有一千幾百人出來 但一千幾百人是代表澳門人要求民主的聲音 所以是有這樣的作用 所以就不只是春秋二仔的問題 因為我們作為議員 在道義上你作為一個議員 你擁有一個一定的公權力 我們是應該最大限度地 我們是在議會裏面 透過一個機制裏面 盡可能發揮表達我們的意見 去督促政府 而不是每次動不動就出社會行動 因為社會行動我們說是有需要的 在必要的時候有些社會行動 但不是動不動就說 每個星期都來社會行動 有些市民他們覺得需要的時候 我們也是鼓勵他們行使公民權利 但你說我們作為一個已經有議員的 有議員的角色的時候 我們不是充分去利用議會裏面的工作 而是反而不斷去做街頭行動 做社會行動 這個其實就可能是辜負了選民的支持 這一點上面就是 我們鼓勵不同的社會群體 要求透過社會行動的時候 我們會給予技術性的支援 他們也會去支持他們去做這些行動 但我們自己就有一個道義的責任 就是我們要充分利用我們自己的議員的角色 這就是所謂不同的地方 至於增加透明度這一點 可以說是這麼多年來 我們不斷去做 就是要求增加政府的透明度 甚至好像最初吳議員 在特區成立之後 他是直通車過渡的 他其中一個動作就是 輸免質詢 其實輸免質詢 你覺得現在就好像 現在每個議員都爭論輸免質詢 但當年的時候 整個議會只有他一個做輸免質詢 為什麼要做輸免質詢呢 其實很簡單 因為用輸免質詢的方法 亦都是不斷去追問政府的一些政策 一些工作 政府日有回應的時候 其實是間接地增加了政府的資訊的透明度 這個是一個方法 但你說要透明度 我們就拿大不拿小 不要現在連特首何時見人 我們都要增加透明度 讓人知道 這個我們暫時我相信做不到 但是在一些公共開支裏面 增加透明度 在一些公共政策裏面 增加透明度 是我們一段努力去做 是希望能夠 將來真是令到澳門 是一個高些透明度的社會 令到回應到居民的需要 至於就是 剛才呂小姐所說 我第一個就是 其中說到希望我們多些落區 官員才說落區 我們根本不是落區 我們每天都在那區裏面 經常很多時候 我在街上市民見到我 或者我在街上派新澳門 或者我們在街上做一些宣廣 一些新澳門廣場的時候 不斷有很多市民過來 跟我們表達意見 這一點上我覺得 我們算是比較容易接觸到市民 因為我們本身就是在社區裏面 但是問題是市民是覺得不夠的 不夠的原因是甚麼呢 其實是因為很簡單的 就算我們議員辦事處 你看到澳門通街都是議員辦事處 但是你真的行有議員辦事處 你看到的議員 其實全澳的29個裏面只有幾個 除了我們三個 加上高天志之外 其實你很多去到的議員辦事處 可能都是見到助理 見到一些職員 可能就令到居民覺得 你議員是否有幫助反映意見 我希望這一點上 我自己會繼續努力去接觸市民 也希望我們的同事 多些去接觸市民 令到市民能夠有意見 能夠及時去反映 至於物價方面 其實可以這樣說 追逐了很多很多年 因為很清楚的一件事 物價方面也是牽涉到背後有很大的利益 我們這幾年說過通脹 政府最初就說我們的通脹是輸入性通脹 因為我們外面貨物貴 進來澳門的自然貴 現在有新的說法叫需求性通脹 無論如何通脹 過去說過輸入性通脹的時候 的確如果外面物價貴 我們來到澳門貴 譬如說很簡單 人民幣的匯率又增加了 但是一樣很容易看到 為何珠海和澳門一關之隔 物價會差那麼遠 這很明顯就不只是輸入性通脹 而是中間各種的環節 無論是上游 即是生產基地的供應 中游的批發 下游的零售 可能中間是存在一些問題的時候 這一點上面 既然有這麼大的物價差距 我們當然不是希望能夠跟 珠海拉雲 不是 珠海賣兩元斤菜 澳門賣兩元斤菜 沒有什麼可能的 但是問題是 拉近一點的距離 是不是可以呢 這方面其實政府是需要做的 所以我們很多年來都不斷吹速政府做事 甚至何口說當時已經是07、08年的時候 都承諾去做一些工作 到現在崔先生也多次表示做一些工作 但似乎成效不大 導致物價對居民構成一個很大的困擾 而另一個物價裏面的火車頭 就是住屋問題 說來說來說來 如果住屋問題 住屋費用能夠降低的話 也可能對於物價的舒緩 對居民抗拒 抵禦物價的升幅壓力也有很大的幫助 最後一個就是說到對於弱勢社群的問題 現在政府所做的 夠不夠呢 其實政府真的是 平心而論做了不少 但是問題夠不夠呢 以往來說 比如說這幾年來 那個家庭經濟援助 維生指數 以前幾年都不調升一次 現在半年調升一次 來追貼 這個一定程度上是 你不能夠否認政府是做了一些事情 但是問題就是 夠不夠呢 可能在居民來說 就覺得是不夠的 特別是對於一些 真正弱勢的社群的時候 特別是剛才說到的 這些智障人士等等 他們的支援是不夠的 其中一樣東西不夠的就是 我們很深刻 除了那個 剛才說到的綜合大樓 能夠一條龍服務 去幫到他們有培訓 有照顧 有院舍 我們都希望有做到這件事 但是最少現在我們見到 目前最… 例如智障人士家長 或者一些弱能人士家長 他們要擔心的就是 我有百年歸老一天 你的院舍服務提供得這麼弱 有很多人需要院舍服務 你提供不到的時候 這一方面我們都不斷要求政府 加大力度在這個院舍服務方面 去增加院舍服務的數量 但是一來到這裡又出現一些問題了 就是有一段時間去珠海、去江門 你將自己沒有能力照顧自己的人 推去外面 可能是減輕你的照顧費用 但是如果他受到一些不好的對待的時候 他就叫天不應叫你一聞 而且這一種服務 這一種對弱能人士也好 對長者也好 這些服務其實是一個產業 我們將這些人推走的時候 好像降低費用 但實際上我們將一種產業去掉了 其實因為我們一個產業的成長 既需要有產業的提供者 亦有接受產業的服務者 那時候這一批人其實是有接受產業的服務者 我們亦都希望這一方面 如果能夠推動他們 令到他們在澳門 增加多些院舍服務的時候 你要幫到他們 一方面幫到他們 另一方面也有產業的成長 但是一個很大問題就是說 政府經常都說 沒有地 但是我們很經典的 樓師長很經典的 就是解釋萬九公屋 為何蓋不起來 為何不能夠履行承諾 就是他有一句叫做 蓋屋不難找地難 但是問題就是蓋屋不難找地難 他的確 蓋屋其實萬九公屋裡面 大部分都是一一年才上碼的 一二年年底的時候 大部分人交到貨了 他這個說法 但是問題是為何要找地難 是不是真的澳門沒有地 最近而已 沒有幾月之前而已 說明里批了二十多萬平方米 美高煤批了七萬多平方米 最近對澳博又批了七萬多平方米 為什麼土地有土地用來蓋賭場 蓋酒店 但是沒有土地用來蓋公共設施 蓋公共房屋蓋 蓋軟社 這些問題是講不過去的 在我們的角度來說 為什麼這些土地 賤價批給一些博企 去蓋賭場酒店 但是不能夠留給蓋公共設施呢 這個我們也是不斷去追 但問題就是現在 這些是既成事實來的 我們現在的眼睛都要看著填海新城 最少填海新城 吳國昌說得最多的是澳門澳地 除了澳門澳地之外 澳門澳地提供住宅之外 澳門澳地也提供更多的 輕建公共設施的機會 我想如果真的能夠落實這一點的時候 剛才那位女士所說到的 綜合大樓也好 軟社服務也好 都能夠透過這個去回應得到 OK 好 謝謝先下 我們待會廣告回來之後 繼續接聽市民的電話 不要走開 歡迎回來向選民報告的節目現場 今天來到節目當中的是歐錦新議員 我現在接聽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陳先生你好 李先生你好 你好 吳議員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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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議員給你們的表現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了 又是說回那一句就是 水上爬龍船 陸上有人見 但是我們是和你們感同身受的 你們是議員給那些大富豪 說你們自己都養自己不行 我真是奇怪 為什麼你們會自己都養自己不行呢 他這樣說的真是 多算了 我又說回一句說 吳議員 我就有些事情想問一下 有個題目就是 我們《基本法》是寫明的 我們澳門市民有投票權 有被選舉權 那我就想問民意員 為什麼我們的投票權 選特首的投票權 會被三百人代替拿去呢 而那三百人呢 他在特首選舉的時候 特首的施政理念報告的時候 竟然會有一成人 即是三十個人 不出席的 那他怎麼代表我們啊 他的誠意在哪裡啊 為什麼會這麼奇怪呢 這是第一樣 第二樣呢 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呢 鄭先生議員來說 他說那個調整衛生指數 每半年一次 每成一次呢 那我就想請問啊 議員 我們現在正在拿著特區政府的 我們有份公款的 叫做社保基金的退休金 我們六十歲那些 只有二千二百五十元一個月 到七十到六十五歲那些 三千元一個月 那我想請問各位 我們現在七十五元一個長者 他夠不夠生活啊 還有呢 那些長者呢 他年輕的時候呢 就幾萬元而已 就買了一層樓了 現在都已經三四十年了 又殘又危又倒閉 就來倒閉的了 特區政府說跟他裝修出便啊 那裡面呢 就是等於一個人病人 你隨便找 找一些藥控控水 塗一塗他的皮膚 他裡面的內臟呢 為什麼沒有人 跟我們想過這些問題呢 還有啊 議員 你不要習慣我直言 我有句說話呢 就是你們呢 你們團體呢 就做錯了一件事 就是你們是很青年很公正 不要特區政府的資助 但是你們忘記了 有一幫 好像鄭先華那些智障人士 跟我們長者 我們是投票選你出來 為我們 追求我們自身的幸福的 你們為什麼不像其他那些 大社團那樣 問政府拿一筆錢 是給我們的智障人士 或者我們的長者的 你們只要 實報實銷 一分一毫 你都列出來 那你就可以 變相 打了一幫那幫大企 大企團 他們拿幾千萬幾成 說起幾千萬我又生氣了 有一個團體 他今年拿九千萬 他現在的理事長 那個是姓吳的 理事長 那個女士 他竟然說不要將 養老金和最低的衛生指數掛勾 我就覺得奇怪了 他是不是什麼人來的 你後來跟我們長者沒有利益 你跟著 你一腳就把我們長者推向 圓崖的深淵那裡 我們怎麼信這幫 這幫外物外物的人士 我就希望議員 你直接向政府申請 拿一筆資金 幫我們這些弱勢的長者 或者傷殘人士 但是你必須要分一圓一毫 在報紙裏列明清楚出來 看他們那幫有財量權的官 怎樣說 他們會說 問他們拿不到真一分一毫的報銷 就看看他們的團體 和官員怎樣回應 你變相打他們一巴掌 看他們轉幾個轉 在那裡扑街 就這樣吧 拜拜 OK 好 麻煩你這位先生 我們節目時間剩下幾分鐘 請歐議員回應 關於一個很清楚的 其實在討論政制的時候 我們都是針對基本法裡面 有一個比外公民的選舉權 及被選舉權 立法會我們都叫做有些選舉權 但實際上都是部份的選舉權 而行政長官完全沒有選舉權 只有一少數人有選舉權 因為很明顯 從基本法角度來說 就是它是落實不了的 這也是我們不斷作為一個理據去追 事實上如果按照 喬曉陽先生來到澳門解釋的時候 他說澳門按照基本法 是可以普選行政長官的 是可以一人一票的 打破了過往 他們一直都說澳門是無法普選人 而仰官這個迷思 我覺得這一點上 亦是有利於未來去落實 我們希望 跟觀眾所說的 我們也希望繼續努力 至於衛生指數方面 這段時間的確調整得比較密 而社保基金的養老金 其實亦是調整了的 不過問題是這位先生剛才說 他可能是60歲 提早獲養老金 在當時來說很清楚 因為提早獲養老金 60歲就只獲75% 因此人家獲3000的時候 到現在加了3000的時候 他只獲2250 這個很明顯 當時長者要求提早獲養老金 這個問題上 政府就玩了一個手段 其實真的是物底算盤 即是說你本來65歲 拿到80歲 15年就拿了100% 但是當你提早去 60歲就拿了75% 就拿到80歲 即是本來將15年的 分成20年要拿 物底算盤成這樣 我覺得這一點上 現在既然已經加了3000元 是否有一個適當的調整 這方面 即是作為政府資源 有比較優厚的情況下 是否真的搞到 一個物底算盤 算得那麼盡 我覺得這一點上 政府需要就是 就是 阿崔特首想留好好明星 最少不要克服長者 我覺得這一點是應該做得到的 至於就是 樓宇維修方面 的確維修 現在政府有樓宇維修的政策 協助一些公共地方的維修 但是 可不可以更進一步 去幫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士 特別像剛才所說的 那些長者 已經住了幾十年的屋 可不可以更加大力度 去幫他們做一些維修 我覺得這個政府是需要思考的 最後一點就是 關於資助問題 老實這樣說 不是說 大家知道 資助本身是存在一個親疏有別的 不是說你想拿就拿到的 因為很明顯 在回歸之後 其實你看一看 所數能夠拿到這麼巨額之助的 這些社團 是什麼社團 其實都是可以說 我們可以把它列為 管治聯盟 管治聯盟 既然作為管治聯盟 在政治上 他分享到政治的成果 譬如包括 在行政會裏面 有成員 立法會裏面 有成員 各種諮詢委員會裏面 都有成員 這些其實在分享政治的成果 另一方面 就是在經濟上 分享經濟的成果 透過澳門基金會 透過各個部門 去提供大量的資助 令到他們 拿政府的資助去推行社會服務 去推行社會服務 去推行社會服務 去推行社團的形象 不是你說 我想拿 你可以拿到這麼多 我們很明顯 我們這些團體 老實說 作為一個 在一個監督者的角度 不是管治聯盟 你要伸手向政府拿 政府或許都會給你一些 但問題是 好像拿幾千萬來做服務 我相信是相當困難的 所以我們不會自在去 敏定會拿錢 因為繼續 禁地游泳 自己解決這些問題 好,謝謝 謝謝OA元星 我們今天的節目到這裡了 下星期會有關翠行議員 上到我們的節目當中